台北市新一区松德路5日中 5时20时35分发生一起公车撞骑楼事件 公车司机反战休息时 车辆因不明原因滑进对面骑楼内 造成超伤 附近店家的毁损 稍早另一角度撞击画面曝光 只见事发当时一位民众准备回家 就遇上公车撞进骑楼 他与公车的距离警差约一公尺远 紧急跳开逃命 惊险画面曝光 35岁蔡信架驶向警方公称 事发当时他要反战休息 车辆停土之后 他便离开现场 不料返回时尽发现车辆以滑行 撞进对象的超伤 索性车上并无乘客 事故也并未造成人员受伤 警方不排除是蔡信架 死亡拉手刹车辆货 但蔡信司机强调 自己虽然打得失控档 但有拉手刹车 警方针对蔡信司机进行酒测 酒精浓度为零 至于详细事故发生原因 仍有待警方调跃车内行车记录器后厘清 服务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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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